是不是在此刻持續的取締中 同時我們從開始到現在 超過4000件以上的發財 我先問你你可不可以 你先問你這個味道的問題 你可不可以再贏 這麼大的爭議 而且根本沒有經過國家的檢驗 經濟不如交通 跟警察署都還沒有做出過標準之前 我們是不是可以現在贏 局長我現在問題很多 當下每個問題 希望局長可以快速簡單的回應 好首先 今天就來跟局長討論 區間測出的問題 因為苗栗的這個廠商 跟我們之前出問題的彰化廠商 就是同一家 苗栗政警察局在第一時間 立刻就說自己的驗證是正常的 我第一個問題要請問局長 這個區間測出的儀器 是公路總局要求 我們架在台六十一線這個路段 海市警察局自己提出 希望可以在這邊架車 第一個 彰化是比較早一點的 我們新的 然後我們驗證的時候 我第三方的中山 好這個我等一下會問 你先回答我具體的問題 是你們自己提出要架在那邊 還是公路總局要求你放在那邊的 這個是 發揮到 所有這個大委員大家的一個路線 所以是 苗栗線自己提出的嗎 是自己 OK就是我們自己提出嘛 好第二個問題是 第一時間 公路總局的委員 OK好 就是也就是我們自己提出嘛 公路總局放機器在這邊 第二個問題 我們第一時間說自己驗證正常 然後局長剛才有說 有經過第三方驗證 第三方驗證是哪一個單位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他是國防部下面監督的行政法人 他的董事長是誰 局長知道嗎 他的董事長是國防部長 同時在這個行政法人設置的時候 國防部長經濟部次長 以及 國家科學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 都是當然董事 也就是說這就是一個政府 下面監督的行政法人單位 那同時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之前我跟警察局要三貫資料的時候 我並沒有看到 他是怎麼樣做檢驗的檢驗報告 但是我們有跟其他縣市這個廠商 有送給中科學院的檢驗報告判過 他現在的驗證過程 我覺得就是大有問題 之前彰化出現的就是 時間的這個測量的部分出現狀況 那這個中科學院 他們在驗證報告的時候是怎麼做呢 他是一樣在這個區間裡面 前後插兩支這個雷達 然後去驗證 他通過的時間跟速度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當作他沒有問題了 這個是現在的檢驗方式 可是為什麼這個樣子是有問題的呢 因為這個區間測速的機器 你必須要去考慮他在時間的誤差 以及溫度 以及各種因素下面 他需要有自動校正的這個機制 但是呢 現在這樣子的檢驗方式 完全沒有辦法測出 他隨著時間可能會產生誤差 一天可能誤差幾秒 但我們一段時間去測試之後 一段時間去實施之後 他的這個誤差可能會越來越大 那現在這個樣子的驗證方式 是沒有公信力的 同時他也不在國家標準的檢驗之中 接下來下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苗栗縣裡面的區間測速 執法是不是持續的在開罰中 剛才局長有報告說 已經有請縣長 已經知會縣長 然後要送到公務總局來問 那我問的是現在是不是在此刻 持續的取締中 同時我們從開始到現在 超過4000件以上的罰單 局長 你們現在是不是持續的排罰中 基建設施的這個問題啊 呃... 政府都很重視 那麼 呃... 警政組跟交通部啊 也有開聯繫的會議 是 局長你具體回應我的問題 大家還能夠暫停 所以呢 那我們現在暫停了沒 我們現在已經行文了 現在已經行文 那我們可不可以自己暫停 他的財產是我們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自己暫停嗎 不是 現在這個問題是這樣啊 他設置了一個 基建設施的照相機 對 對 財產幫你回答 完人和他系統的產出 就我們必須要遲到 三年後就變成你們的了嗎 我先問你 你可不可以 你先回答問題 你可不可以自己暫停 他如果產出我不能暫停 為什麼 台北市現在 台北市現在就暫停囉 彰化現在也暫停囉 這個一定要 他如果 他沒有產出我不能暫停啊 局長 不曉得你 4月30號 有沒有收到公路總局的一份新報告 他說如果現在系統暫停 執法期間 各警察局單位可以用固定式或移動式的 測速照相執法 也就是現在有一個替代方案 然後在這個 這麼大的爭議 而且根本沒有經過國家檢驗 經濟部 交通部跟警政署都還沒有做出過標準之前 我們是不是可以現在暫停 你們現在有沒有這個權力自己暫停 如果這段時間 如果這段時間 您也是學法律 我們現在講一個事情啊 有民眾的檢舉和科學這個資料法會有問題 他如果有檢舉的證據 而且有失職的科學證明證據的話 給我的檢查單位 我不能不執法 我不是法被你收單 我是屬於罪啊 不是 我是說我們現在有替代的方式 我沒有說這個地段不要執法 我說的是現在有固定式 或移動式的測速照相可以來用 在國家提出檢驗之前 沒有問題 那要不要暫停 在標準出來之前 那我現在問題是你們可不可以自己暫停 那如果交通部跟你說 因為你們提出的檢驗報告沒有問題 我不是要你們測單 好 因為我時間非常有限 所以我簡單來說 就是局長現在 沒有要暫停指法 要繼續用區間測速